我是馬琳 琳瀾甜點的主理人 瓷巴魚是我們湖北人很愛吃的一道香土菜 魚肉醃製風乾 再入鍋煎到焦香 皮脆肉細 鹹辣給力 做瓷巴魚一般選草魚 去頭尾後切三厘米寬的魚段 加鹽 花椒 料酒 薑絲和蔥 揉勻 醃製半天以上味道更好 接下來的一步是外皮酥脆的關鍵 傳統做法會把魚肉攤開 在通風處晾上半天 天氣熱的話不建議陽光曝曬 一般是晚上亮 我們家有一個省力的方法 是直接放入冰箱冷凍過夜 做之前解凍好 吸乾魚身表面的水分 煎魚用不粘鍋更方便 熱鍋下少量油 放入魚肉 保持小火 耐心煎魚 用湖北話說 這就叫炕 炕到魚肉兩面呈金黃色 就可以夾出備用了 炕魚的空隙 我還會見縫插針調個醬汁 用生抽 酒釀汁 糖 和一點點水混合即可 洗油鍋爆香蔥薑蒜 青紅辣椒片 倒入魚片 再分兩次烹入醬汁 每次加入後都要加鈣燜一下 有助入味 最後以大火收汁 淋少許香醋 盛盤時撒蔥花和熟芝麻 下飯又下酒的瓷巴魚就做好了 瓷巴魚之所以取名為瓷巴魚 是因為它和煎瓷巴的做法一樣 都是需要用小火微煎 外形也都是金黃的 口感也都是外酥內糯的這種 所以我們把魚塊的做法叫做瓷巴魚 做瓷巴魚風乾是一種很傳統的做法 它的周期會比較長 出來的魚肉會更緊實 但是冷凍這個做法 周期會比較短 它能保證外皮酥脆的同時 又能把魚肉內部的這種鮮嫩的汁水給封鎖在裡面 由於做瓷巴魚只需要用到魚身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魚頭和魚尾剩下來 可以飽魚湯 然後或者做鴻燜的做法都是可以的